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員工被詐騙了 現在已經2024年了 怎麼還會 還有人把自己的戶頭 借給別人 呦 你腦袋到底是忠神嗎 還陪你來開車站 沒有我是來告老闆的 我還是去告他的 今天是勞資糾紛 今天勞資糾紛沒錯 大家法院見啦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 我們要去桃園 法院今天要開庭 那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員工被詐騙了 倫倫 我們倫倫被詐騙 哇現在詐騙真的超猖獗 不過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記錄一下 因為我們的員工 在網路上買了一個樂器 然後呢被詐騙 對沒拿到東西 然後重點是 今天呢其實出庭 應該可能滿熱鬧的 因為很多被害者 那今天呢我們 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詐騙之後呢 整個程序呢 我們大概只能簡單的 跟大家做一個紀錄 沒有辦法到很完整啊 但是在這之前 我可以邊開車邊開車 現在台灣的詐騙案幾乎是這樣子啊 基本上你抓到的 都是車手 或者是人頭帳戶 那我這不知道 現在已經2024年了 怎麼還會 我要講三次啊 怎麼還會 再第三次 怎麼還會 還有人把自己的戶頭 借給別人 呦 你腦袋到底是裝什麼 怎麼還會 有人把自己的帳戶啦 存折啊 身份證什麼 借給人家用啊 這腦袋到底是裝什麼 真的是 哇受不了 偏偏我身邊就有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跟你講 通常這一類的 只要被抓到 你們幾乎就當踢死鬼 而且真正的主謀 通常抓不到 因為跟你買帳戶啦 買存折那個人 他根本就 可能不在台灣 你也從來沒見過他 前所都走了 結果你的帳戶就被凍結了 你凍結 你知道凍結多久呢 要凍結到這個案子 完全結案之後 可能要再一年到兩年才可以用哦 第二件事情 不是只有個帳戶 你的名字 在銀行 所有一切的帳戶 全部都被停用 你不要以為說 我賣出去的是 中國信託的啊 那我怎樣 國泰市華還可以用 沒有 當然是連動 全部通都不能用 重點是哦 法官會因為找不到主謀 對不對 你是替死鬼嘛 不好意思 在法律上 你就是主謀 真的不騙你 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一個一個一個 去跟所有的被害者 道歉和解 你如果沒有辦法和解 不好意思 那個刑法是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到你身上 你說我是冤枉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總要有人被殺頭 你不如說 真正詐騙 沒有 沒這回事 就是你了 誰要來背這個鍋啊 我們現在到了 那個輪輪在前面 我們先找個停車位 可以拿上車 對 我們先讓他上車 糟喔 好多喔 唉唷 唉唷 今天谷主 阿你怎麼會叫我們來這邊載你 這邊中間點啊 喔這邊中間點啊 那你上車 OK 居然外面雨下這麼大 我看你這一頂可能會輸喔 我這麼穩贏了吧 我輸的意思是說 告贏拿不到錢啊 拿不到錢 還陪你來開車載你 沒有我是來告老闆的 我還是告他的 今天是勞資糾紛 我們今天勞資糾紛沒錯 大家法院見啦 呵呵 Mensky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Gogito的 Bio的長效除臭 除霉的貼片盒 這個是可以在浴室裡面使用的 因為台灣呢 它本身是海島型的氣候 很多人洗完澡 裡面的空氣如果還是很潮濕的話 其實我們的浴室裡面是非常容易發霉的 那這個產品它非常厲害 它本身裡面會呢 就會有一些抑制霉菌生長的 這一片呢 可以用六個月 所以呢你如果掛在浴室裡面 第一個你毛巾啊 也比較不會發霉 然後整個浴室裡面呢 可以保持的就是 不易生長霉菌的一個環境 它並沒有辦法讓你的浴室變乾燥哦 那你如果它如果可以的話 那大家不用買廚師機了 用這就好 冷氣專用的防霉片 你有沒有看打開的時候 那冷氣有味道 欸洗衣室很貴耶 大概三千塊 還看大小台 它當然沒辦法幫你清管線 但最主要是讓你的冷氣裡面的那個網子啊 裡面不要有一些霉菌 可以讓你的冷氣啊 不要有那種霉味 當然冷氣還是要照實保養啦 但是它可以讓你的冷氣 比較不容易產生霉菌 這是衣足專用的防霉片 啊這我跟你講 像我們住林口是必買 一個家庭大概最少要10片 你相信我 甚至你下面抽屜你打開 你可以一個抽屜裡面就要放一片 那底下呢 我們會有連結 還有左下角 這個螢幕的下方 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一個 通往賣場的連結 要買就到現在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那買起來 謝謝大家 那如果錢要回來 我抽兩成就好了 要的回來的話可以啊 他是告人學長耶 他要三級告人 我告訴你 不會贏的官司我不告的 那會贏的官司我才告 那什麼是贏的官司 那就被我告的人太白目啊 白目到最正確找 告訴你都很難 你知道嗎 我這個最正確找 但怕不一定賠得出來 等一下啊 到底被騙多少錢 被騙1萬7啊 1萬7喔 那你是買什麼東西啊 藍樂器啊 我看還買那種名不經鑽的東西 什麼名不經鑽 那行情多少 你是不是太便宜 然後貪心 我覺得那個 詐騙的有做功課 他那個行情大概就落在 3萬3到4萬中間 然後你想要1萬7就買 沒有他叫我先付定金這樣子 是全新啊 他不是賣二手 他二手的啊 他那把大概5、6萬 然後他二手賣3萬3 詐騙為什麼會賣這種冷門的東西 這我很驚訝耶 你如果說賣PS5啦 對 然後iPhone啦 或者是L pass 這種很快就賣出去的東西 他賣剛好冷門的什麼 爹氣 可是都有 你是買什麼 你是買銷 買吉他啦 可是我看上面還有人 買5月天的票被騙 都是同一個人喔 人頭帳戶是同一個人 這是告他的十幾個人 各位 現在詐騙集團已經細心到這個程度 有做功課 有做功課 我知道你缺什麼 而且通常這一類的東西 比較不會出現詐騙 你也是覺得這個東西應該不可能有詐騙 對啊 這吉他那麼冷門 誰要賣的啊 而且你問他規格什麼 他都回答得出來 我覺得是最可怕的 久久出現一台 對不對 走吧 開庭去 開庭 好啦 我們要進去 地方法院 然後 台灣地方法院蠻大的 蠻強的 比台北地方法院還漂亮 他好像多很多 23層 他大概三個小時就要開庭 這麼多 很多人 超多 你怎麼那麼有經驗啊 你常常常啦 哈哈 走啦 我們進去 裡面不能拍 開完庭了 覺得怎麼樣 我今天來的預期 其實來開個新視頻 然後 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就是 法院辦日遊 然後 不會拿到錢 剛剛檢察官說 還可以 還可以拿到錢的時候 然後 喔好 只是預期不會拿到 因為我記得你好像是八千塊 對我是八千塊 最後他賠你五千 對啊 我是在FB 然後 因為我住新店 沒有關係 我在新店社團 買東西 然後 背片的 那時候可能自己有點貪小便宜 看到他有賣一些 二手 然後 不錯的家電 然後我想買啦 背片的 而且多久之後才報案 我大概一個禮拜 我兩天就去報案 我兩天就覺得不對勁 沒有我是想說 第一個可能貨還沒 他在忙 對 然後因為他是謊稱他要搬家 他幫我把貨寄來 然後 我就想說整了一個禮拜都沒有 然後 還去我家 那個 搜監那邊去問 都沒有 所以我才去 冰店那邊報案 那你怎麼沒有想說八千是算的 沒有我是想說試試看啦 因為 我有匯款紀錄 我想說去試試看 反正 如果剩我一個人被騙 那至少不要讓其他的被騙 你們是去年十一月被騙的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被騙 然後現在是八月了 他好像五六月的時候就 他有寄那個起訴書 寄開地是八月 傳票好像是七月底收到的 對 但是要謝謝司法機關 還可以幫我們拿到一些 一定要報案 一定要報案 謝謝警察單位幫我們 十三位受害者 因為我收到財司長 原來不是只有我原來沒騙 我家伙十三個人被騙 真的非常感謝 警方跟司法機構的協助 我們回來了 今天太多事情我想要跟大家講 我從之前就已經說了 我覺得我不要在頻道裡面 這樣罵人 不太好 但是我看到 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真的就 我會忍不住想要講 其實那一天會 到現在已經幾天了 三天了 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我們還原那一天 我們進去法院裡面 因為是不能拍攝的 我先從法院裡面開始講 第一個 今天 加害者是一個印尼人 那他的工作呢 其實就是看護 其實看護在台灣被騙呢 我覺得還可能情有可原 因為他語言不通嘛 很多外籍來到台灣工作的人 他們就算看YouTube 我要看新聞 他們不會看你台灣新聞 我覺得這很人之常情嘛 今天如果你移民去日本 你可能還是在看台灣的YouTube 還是看台灣的節目 看台灣的新聞 他們在台灣被騙 情有可原 但是 這整個徵訊的過程 我越聽越不開心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不是偵察庭 檢察官坐在對面 那法官在問他問題的時候 現場有一個翻譯 會講印尼文的翻譯 幫他翻譯 你知道那個法官喔 他很害怕他聽不懂 那我覺得這情有可原 但是我覺得 法官應該站在中立的立場 我今天問你問題 你就回答是或不是 除非你有他解釋 印尼的這位加害者 他已經解釋完了 可是法官覺得 這解釋可能對他不利喔 法官還要再問一次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工作是屬於 加害者的律師 或加害者自己本身要答辯 怎麼會是法官在提示他 你是太仁慈 我要是被告 我在現場中 他的解釋已經解釋完了 為什麼法官還要再幫他補充 這樣變成法官 有一點點像是 加害者的辯護律師 你知道嗎 對 法官正在引導他講話 這是我不開心的 那你說 也可能他是被騙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蠻可憐 可是重點來了 後面有一道問題是說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這個賬戶賣給人之後 是要給詐騙集團用 他居然知道 得利是13000塊 也就是他的賬戶賣出去 可以拿到台幣13000塊 事情被揭發之後 他13000塊就繳回去了 現場總共有幾位受害者 兩位 整個案子的受害者有多少 13位 13位只來了兩位 各位 這個在法理上就是這樣子 今天開庭的 都有通知你們13位到案 你們13位沒來 那就是你們的損失 因為法官今天就準備想要把他解案 你如果覺得判決不對 你可以在上訴或幹嘛 但是今天就要解案 到最後用檢疫判決的方式 所以呢 其實他們是知道 他們賬號是要賣給這些人頭賬戶 這個就讓我覺得 這是最可惡的地方 既然你已經知情了 那我覺得法官你在判決的部分 或者在詢問的部分 其實你不應該 讓我感覺你有臉站在加害者 你擔心他 可能他是出犯 你覺得說 要找一些方法讓他減輕判刑 很多時候到最後跟被害呢 如果達成協議或者是和解 判刑可能就會比較輕 但是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 因為你是站在中立的立場 他既然已經答辯完了 你就是照答辯直接怎麼做記錄 而不應該說 你剛剛回答這樣子 可能會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那後來呢 我們查了網路才發現 原來台灣有這麼多的外籍的移工 來到台灣之後 他們明明知道剩下一兩個月就要回去的 不會再續簽了 他們就把帳戶賣給這些詐騙集團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金融卡 而金融卡的數量呢 是高達了25張 這些帳戶呢 其實都是由太極移工 以及越南極的移工 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以後呢 其實這些台灣帳戶是使用不到了 因此呢 就把它賣給了詐騙集團來作為使用 而詐騙集團收購了這些帳簿呢 是以15000元的價格來收購 並且來進行投資詐騙 被害人總共有34名 而詐騙金額高達了上千萬元 這個其實是有整個集團 外籍移工裡面都有在流通 也就是說你要回去 那你帳號用不到 反正你以後也不會回來台灣的嘛 那就把它賣掉吧 你看多可惡 來台灣賺台灣人錢 然後還在台灣犯法 其實這是共犯結構 對我來說這個已經不是不小心了 好被抓到就算了 阿倫在現場啊 然後法官就問他說 那現場的你們是被騙多少錢 那看有沒有什麼要調解的 然後就請他們去調解廳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了調解階段 調解階段一進去他就叫你先填一張什麼 民事起訴狀 為什麼我先講一下民事起訴狀 因為這個調解是屬於為了民事法庭所調解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剛剛不是已經是刑事了嗎 阿刑事你就趕快判一判就結束就好啦 因為刑事有時候附帶民事賠償 那你如果要附帶民事賠償 那你進去調解庭先開調解 要不要和解 如果調解過了是不是就不用再開民事庭 你還沒有告他何必調解呢 所以進來先填一張民事起訴狀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現場告民事的意思 嘿 現場就提告 他其實走出去就結束了 嘿 走出去 沒有沒有在這間裡面就要結束 現在提告然後現在何解 就硬塞程序給你啊 好 還沒講完呢 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那時候我剛剛在外面上學 一進去的時候 Eno就趕快把他 你趕快進來 你趕快進來 我就聽到那個調解尾他這樣講 他說這樣子啦 一個人會被騙喔 其實要多少負一點責任 我聽到我差一點 整個火氣都快大起來你知道嗎 他還講說 你是不是上網買東西 覺得他很便宜 然後除了你會錢給他 對 誰買東西不會找便宜的 而且你知道嗎 昌倫今天被騙的不是說 我投資什麼東西可以賺多少錢 不是 他只是買一把吉他耶 而且那個吉他超冷門 你知道嗎 講第二個受害者 他坐在阿倫的旁邊 他被騙8000塊他買什麼嗎 二手的水波爐耶 各位 二手的 現在詐騙已經無所不用襲擊 連二手的產品 他都可以騙你錢 你知道嗎 已經不是用iPhone 譬如說iPhone一台 我買4萬我只賣你2萬8 貪便宜嘛 你這樣講的過去嘛 欸吉他耶先生 二手的水波爐耶 啊你買二手你就是貪便宜 不然是得 不然你買全新的就好啊 為什麼買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酸民 在講這些話真是沒有邏輯 你們也沒有先了解 我們的員工到底是因爲什麼受騙 他講那句話其實我已經在忍住了 你知道嗎 那個印尼的外籍的 他坐在這邊 他的翻譯人員坐在那邊 那時候就是要協調嘛 看賠多少錢 那其實我是跟阿倫講啦 今天不是17萬 是17萬 17萬都賠不出來 我不相信 因為我跟你講我們下面喔 這條下面全部都是外籍 禮拜天的時候都是外籍 你知道他們都 都用iPhone 一台手機都是3、4萬 你跟我說你賠不起 我不相信 但是啊 有人教他 你就是不用全賠啊 反正你就 話把它停下來 殺價啊 然後結果到最後那8000塊的那個 賠5000 阿倫本來是說他要12 然後到最後他還是堅持只要1萬 這時候 我又不開心了 調解委員會 開始就要講話 阿12000跟 1萬 只差2000阿 阿你如果到最後不和解 是不是一毛錢都要不到 我就超不開心 我說你是來調解還是來說服他 只要拿1萬就好 我覺得這條解委員真的是有夠糟糕的一個糟糕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昌如使個眼色 你知道換調解委員 使我臉色 你知道嗎 他這樣看我 啊 他才是當事人啦 好不好 讓他決定啦 我那時候氣到我真的快翻桌了 翻譯 他又不知道講了哪一句話 他說 啊大家就覺得可以就好了 我後來我就受不了說 你在講什麼 我們是被害的這一邊 啊你在檢討我們這邊被害者 現場氣氛就很僵 對後來我就站起來就出去了 我想我出去我緩回一下啦 我就對我來說我就沒差 對不對 阿倫啊又不是我 他OK就好 我就OK我就跟他 欸啊你自己決定我要出去了 我受不了 因為再下去我可能要翻桌 想說出去透透氣 出去靠一個讓我更氣的 調解委員會的門口 那個阿伯坐在那邊 他整個半小時都在睡覺 我就整個氣超大的 我說 怎麼台灣的詐騙案件 是這樣子在審理 我覺得調解委員會跟法院是分開的 調解委員會是屬於獨立的 他只是幫你們做一些調解 判決還是歸判決那一邊 這樣子的狀況讓我覺得說 台灣的調解委員會 其實真的很不專業 尤其在調解的過程之中 並不是非常的中立 欸他一直在提示喔 欸再20分鐘等一下 我們就要下班了 五點要下班了 對你要趕快決定 他講超多次了 對他講超多次 好 你先不調解你 明天還要再花時間來 對你還在來喔 你可能要再找時間在開庭喔 你還在來喔 對然後他就用時間一直壓你 一直壓你 阿倫就說好啦那就一萬吧 然後問他說什麼時候可以給錢 會不會現場給錢 對他說他沒錢 然後他說他要用會的 那時候我就問說 你用會的 你帳戶都被凍寫了 你怎麼用會的 然後他的翻譯就跟他講說 欸去銀行用現金出呢 走起了 對好 他說什麼時候錢會會進來 今天下午 現在已經幾點了 4點銀行3點半就關門 來看一下錢還有錢 來 欸有耶 喔~~~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啊 那種好開心的 反正是我的錢耶 而且我還虧7千 我多好開心 欸你還是被騙吉他耶 我看你其他不要買那麼多枝 你被騙呢 你要付一點責任你知道嗎 吉他一直就夠了 你買那麼多支幹嘛 你家裡現在幾把吉他 四把而已啊 四把而已 你看就是貪嘛 對不對 買吉他錢是你發薪水給我的錢 所以等於說你的錢也被騙啊 欸對啊 講的還蠻有道理的 對啊 也是你的錢被騙的 喔喔喔喔喔喔 所以你剩下的錢也是我的錢 所以錢來了 對 拿回一萬塊 但是我還是被騙了機錢這樣 等於說他現在只是抓到下游的人頭 不知道上游的詐騙集團 什麼時候才會抓到 嗯 你是賠一萬對不對 要是我沒有 我就一萬七萬 我就是不想給你緩刑啊 你知道你這個一結束 他明天可能就要回應你 他是十三個人 兩個人和解 他還要剩下跟那十一個人 繼續周旋 是嗎 刑事結束囉 刑事結束囉 刑事的話沒有限制他出境 他可以先走 當場法官有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要檢疫判決 他還問被告你同不同意 我檢疫判決 問他有沒有意見 因為為什麼地外的十一個人都沒來 對 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因為都找不到這個詐騙的頭 在法律上呢 你這個中間的人頭戶 你就是背黑鍋 不管你有沒有 你就是必須要這樣 而且你必須要跟每個被害者 去一個一個去 趕緊 對 那你很有可能你要賠錢 甚至呢 如果賠不出錢 對方不願意撤告 或對方不願意給你一個機會 那你只能鼻子摸一摸 因為什麼 因為你是跟加害者是在同一邊 因為你把帳戶賣給別人 本來就是不對 這個事情已經鬧了那麼多年 現在帳戶 如果你還能夠借給別人用 那就真的是你的問題 我們回到重點 就是說 今天除了開箱整個過程之外 也讓我見識到 有時候法官在審判一些案件的時候 我覺得還有很多必須要增進的空間 但法官也很辛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那天進去的時候 總共整個現在要開七件的法律案件 有六件是詐欺 你就知道多可怕 而且那時候我去拿起訴書的時候 我去問警察 警察說他幾乎每天都還是有來保安詐騙 但我覺得奉勸各位網友 因為我覺得現在詐騙集團一直在進步 我覺得他們在買二手的東西 他們都有先做功課 會讓你覺得他們真的懂吉他 或是懂相機 懂各種東西 我覺得那個賣家的帳號甚至是被盜 看他的FB他就是有在玩音樂的人 看起來你就覺得他應該是真的人 所以我才會匯款 而且那個人他本身的帳號 不是只有第一天而已 對 是一個老帳號 而且他PO很多相關音樂的東西 我才會覺得他是真的 哇塞 他鋪很久 不然就真的是被盜用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13個人被盜用 他們買的東西都是不一樣 不是說13個人都是音樂樂器喔 你要看嗎 上面有說要買什麼東西 第一個是樂器 第一個是二手的樂器 是多少錢 2000啊 第二個是廚師機 二手廚師機是4000合理耶 第三個是8000這是什麼 五月天門票也在見 而且他買8000耶 應該是黃牛 8000可能是搖滾區喔 3500塊買電動滑板 欸電動滑板合理啊 對啊 這都二手的耶 1萬塊買二手吸塵器 超合理的 吹風機 出濕機 三個 三個加起來1萬塊 欸都二手的耶 這個是1萬1買二手的精品 圍巾啊 圍巾1萬1也還好啊 然後還有是什麼 5000元買 YAMAHA的 XC100N的 2007年的 化油版機車 然後再來是 海捷王公仔 海捷王公仔5000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水波爐那個 水波爐8000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也是 8000的二手精品 類別都不一樣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 3000元的Dyson吹風機喔 然後還有這個是什麼 吸塵器 也是二手的 這個已經跟過去的二手的那個是 完全是不一樣 現在打開那個臉書 詐騙還是多到數不我了 對 然後最有趣的就是 我們陪他去開庭的時候 罰警看到我們說 欸你們是雇主嗎 我說什麼雇主 你不是陪你的外籍嗎 他氣死他就已經在生氣了 罰警看到他以為他是 外籍今天的被告你知道嗎 我是詐騙 欸你站起來看 你穿這個就是 像不像 NCHDDD NCHDDD 然後罰警覺得很不好意思 一直要說對不起又說不出來 一直解釋一直管解釋 他們辛苦他們辛苦 對對對 好啦今天到這邊啦 大家小心一點 你不要在那邊 對然後那個 加計委員會的門口那個 不要再睡覺 好謝謝大家 大家小心 拜拜 謝謝大家 辛苦你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